已过前夕任院长郝伯村10号出殡 在佳祭后军方选一级上将之礼送别 国防部长颜德发亲自主持仪式 将郝伯村安葬于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 家属则是预定在八月间要举办追思会 如果府方将包扬不会拒绝 送行队伍从郝伯村住家出发 沿途行经国防部空军司令部 一队纷纷致敬送老长官 郝伯村最后一程 家计结束后军方寻一级上将之礼送别 国防部长颜德发亲自主持 郝伯村将长眠于国军示范公墓的特训区 而他的儿子郝伯兵穿着黑色长袍 全程陪在一旁神情严肃哀伤 出殡仪式相当低调只有家属出席 不过追思会预计在八月举办 就连当初坚持不接受的包扬令 郝伯兵态度软化 如果府方班子也不会拒绝 年事已高 人坚持走上街头 替同袍后辈争取权益 杭斌更在一旁搀扶父亲 父子亲身展露无遗 杭斌也在脸书 PO出与父亲的合照 干信写下 爸爸是他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永远学习的榜样 虽然不舍他的离开 却也以父亲为柔 字里行间都是思念 郝伯典传奇一声画下句点 但永不放弃奋战斗地的精神 将会永远留在后人心中 就换个相思安台报道